独孤求败共有五位传人 分别是一兽一残瘾 一祖师一浪子 金庸塑造人物别具一格 他笔下的角色有血有肉 让人记忆犹新 同时在金庸偶心力血的创作之下 他的每一部著作里都会涌现一门别开生命的武功 金庸正是在武功和人物里不断创新 这才诞生一位使剑的神秘高手 独孤求败 尽管独孤求败从未在书中正式登场过 读者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原名和出身来历 但金庸却巧妙地让独孤求败的名字出现在神雕侠侣 笑江湖和陆顶纪里 他的剑法在江湖里传承了数百年之久 总共造就了五位一流高手 一兽何为一兽 这位高手并非人类 但却通人性 他正是神雕侠侣中的雕凶 那时杨过断臂之后 滴滴撞撞地走进了一片密林 偏激的杨过认为 自己就算是死 也不要死在郭靖黄荣的面前 阴差阳错之下 杨过偶遇了雕凶 来到了独孤求败的埋剑之处 雕凶颇有灵性 他不仅嫌疑了蛇胆 比杨过补充内力 还指引杨过手持悬铁重剑到山红中炼剑 杨过的悬铁剑法炼成之后 雕凶再次指引杨过到波涛澎湃的海潮里修炼 雕凶虽是灵兽 但也不可能知道的如此之多 无非是他常伴独孤求败左右 耳濡目染之下 也在独孤求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想必雕凶也服侍了不少蛇胆 加之他在独孤求败那里 领悟了不少格斗技巧 因此当雕凶跟着群雄和蒙古人作战之时 雕凶双视展开 激起一阵狂风 将射来的弩剑纷纷剥落 如此猛之汉恶 灵力无伦的大鸟 当属神雕 一残 这位残疾高手正是杨过 他被郭福用利剑斩落了一条手臂 从此与降龙十八掌等武功失之交臂 但杨过在剑中得了独孤求败的玄铁重剑 又练成了独孤求败的剑法 他也算得上是独孤求败的传人 杨过痛失一臂 无法施展精妙的外公与一流高手对决 杨过唯有撇起着势 以浑厚的内力作为输出 而玄铁剑法重剑无风大巧不攻 手持重剑的杨过所向披靡 激进天下无敌 崇阳公仪让杨过一战成名 无论是蒙古三杰权真七子 还是不可一世的金轮法王 都败在了杨过的剑下 遗憾的是 杨过并没有找到独孤求败留下来的剑谱秘籍 他的木剑剑法火候不够 威力还不如玄铁剑法 即便如此 手持重剑的杨过已是无坚不摧无强不破 一吟 有意思的是 华山派的剑宗高手风轻阳 却得了全套独孤九剑 在四国亚偶遇了灵虎冲之后 风轻阳又将独孤九剑倾囊相授 通过风轻阳的讲解 身为读者的我们知道了独孤九剑共有九识 能将天下武学意义破智 此外 风轻阳告诉灵虎冲 独孤九剑还有廖狄击仙 招招都是进攻 以及无招胜有招三大精髓奥义 风轻阳所言非虚 灵虎冲在风轻阳的教导之下 打开了一个新的武学天地 他原先连田伯光的三十招都戒不住 后来近和田伯光误拆了几百招 最后一招画纸为剑 硬生生的将田伯光点云在地 不难看出 风轻阳必是得了完整版的独孤九剑 否则他哪里会知道独孤九剑如此之多的奥义 可惜的是 风轻阳空有一身超凡入胜的剑法 却因为情感风波万念俱灰 最后隐居在四过崖的山洞里 再也不过江湖的恩怨怨 因此 风轻阳属于独孤求败传人中的义 一祖师 看了风轻阳的生平事迹 是不是很难理解一件事 那就是阳过翻箱倒柜都找不到的剑谱秘籍 为何会出现在 数百年之后的风轻阳的手中 其实 就算我们细细翻阅神雕侠侣 笑傲江湖仍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如果你看过碧穴剑的话 你或许能发现蛛丝马迹 原文学道 那老人点了香烛 对着画像恭恭敬敬地磕了头 对原成知道 这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 风祖师爷 你过来磕头 看到这里就有些眉目了 原来华山派的开山鼻祖竟然换作风祖师 他就有可能是风轻阳的仙祖 那门独孤九剑就是风祖师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最后通过风轻阳 传给了华山派首席大弟子林胡冲 那么风祖师的独孤九剑又是从哪里学来的 想必是独孤求败临终前 邂逅了一位少年英豪 独孤求败见他悟性极高 随机应变 非常适合修炼 行于流水一般的独孤九剑 于是将这套剑法悉心传授 这位少年英豪正是华山派的风祖师 一浪子 独孤求败的这位浪子传人 就是侠肝一胆 随后潇洒的林胡冲了 林胡冲师从岳不寻 却将华山剑法练得颇为没守成规 在风轻阳的指点之下 林胡冲一改往日的生搬硬讨 将剑法时的一气呵成攀畅铃铃 林胡冲的悟性很高 他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将独孤九剑的奥义 尽数烂数欲凶 重出江湖的他也是判入两人 好似脱胎换骨一般 但正如风轻阳对林胡冲所说的那样 世上最厉害的招数 不在武功之中 而是阴谋诡计 机关陷阱 倘若落入了别人巧妙安排的陷阱 凭你多高明的武功招数 那也全然用不着了 林胡冲的独孤九剑 配合一斤斤的确妙不可言 但林胡冲率真善良 不愿替人我行为胡作伤 他看透了江湖众人的杨凤一伟 耳语我诈 心灰意冷的他 最后退出黑木崖 和任盈做了一对 浪迹天涯的恩爱夫妻